位在岸山的海军马支部海二厂 在前方文山路发生了一起货车右转 疑似因下车失灵 导致了车辆越过分隔岛翻覆 驾驶座上三人受困车中 大门执勤的警卫立即通报待命班 两名士官迅速冲出职员 协助人员救伤止血 等待消防局救护人员抵达 并全程在旁见户 消防局调查指出 今天上午一辆由周姓驾驶的制线货车 载满海里雨货 由菜园养殖场出发 驾驶座上附载两名的外劳 沿着鹏205线道 与右转文山路行进海军马支部前 一式刹车失灵冲出了分隔岛 撞击对向车道翻覆 车辆翻覆之后 现场发出了巨响 同时车上载满的雨货倾倒在地 导致的路面湿滑 现场第一目击的马支部未烧 立即通报待命班 由正战处长领军 一属海军陆战队空房警卫群 立即冲出影区救人 坐在右边驾驶座的外劳 手臂被驾驶座正睡的玻璃插入 导致的动脉大出血 曾在紧急救护员出击班受训的杨丽文 立即屈前止血 但因不守伤事 不敢轻易的移动伤患 随后赶底支援的警力 以及县政府消防局人员 接受后续处理 获报之后 立即派遣了马公分队救助器材车 以及救护车共三车七人 前往现场抢救 现场也由分队长徐奈文指挥 勤务人员到达现场 立即进行破坏车体 协助脱困 记者 陈荣毓报道